港交所公布行政总裁委任人选之前 未获证监会批准 有学者担心 如果最终任命不成事 会引起市场的不安 港交所委任来自摩根大通的欧冠星为行政总裁 不过这个任命并未取得证监会批准 有别于过去两任 港交所行政总裁任命 都是等证监会批准之后才发公告确认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70条 除非获得证监会书免核准 否则委任都属无效 对于港交所公布人选的做法 证监会回应说不作出任何评论 港交所强调 寻求证监会批准任命 是委任过程中的必要正常程序 有学者说 没有先例比较之下 难以判断港交所做法是否合适 但担心会引起市场不安 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预期 港交所期望透过欧冠星 重建国际投资者对本港的信心 法奇说 除了与内地的关系 投资者也关注 港交所未来十年增长策略 出身投行的欧冠星 会不会对兵购持更开放态度 董事会可能有意分散港交所收入来源 避免新股过分集中在内地企业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仪报道